女孩脸上不长嘴长菊花 过生日时吹蜡烛 看着屏幕中拥吻的情侣 她也期盼自己能谈一场甜蜜的恋爱 体验一次亲吻的感觉 可她这菊花嘴谁敢下口 单身30年至今无人爱 就连拍照上传朋友圈 也会被平台判定违规而下架 这张嘴令她十分难过 她时常幻想自己拥有正常的嘴巴 为此她经常从海报上 剪下的美丽嘴唇 贴在自己的菊花嘴上 幻想自己如果拥有正常的嘴巴 该有多幸福 这天她出门到餐厅吃饭 看着老板赤裸裸的嘲讽 她已是习以为常 平去旁人的目光 她拿出自己吃饭的家伙事 因为嘴巴和屁股颠倒 她只能吃一些流食 餐具也必须自己准备 一根长吸管连接漏斗 把吸管塞进裤子里面 然后手持漏斗 将食物全部倒进去 食物便会顺着管子吃进肚子里 吃完饭正准备开车回家 结果两个小混混拦住她 他们对这长得菊花嘴的女孩很感兴趣 一言不合就要给她来组街拍 发到网上肯定能报呼 女孩吓坏了 抢过背包就跑走 驾车逃离了现场 一边开车她一边委屈哭泣 为何只有她的命运如此弹 就在这时 车子突然颠簸 还伴随了一声惨叫 女孩往旁边看去 一个男孩净倒在她的车轮之下 可奇怪的是 男孩一脸平静 还对她露出了微笑 这是女孩人生第一次 感受到他人的善意 回到家后 她对男孩的微笑恋恋不忘 满脑子都是男孩的脸庞 父亲给她过生日 拿出的礼物竟然是一个 独角兽的头头 这令她十分崩溃 自己就是因为这奇葩的样貌 才活得如此憋屈难受 长成这样带不带头头 又有什么区别呢 自己在这世上就是一个笑话 而坏消息皆转不正 电视里播放的新闻说 昨天被她撞到的男孩不至身亡 她想到自己撞死了人 还是唯一一个 对自己展露善意的人 她的情绪彻底失控了 觉得自己又丑又坏 决定以死谢罪 于是跑到桥上想要跳下去 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由于过于激动 一不留神就晕倒在地 一辆汽车从男孩腿上满压了 但奇怪的是 她没有喊叫 反而是一脸享受 露出满意的微笑 男孩名叫小鱼 小小的她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条美人鱼 可作为人的她 双腿就变成了她的阻碍 男孩试图用小刀割掉自己的双腿 经过不断的尝试 她的腿已经伤痕累累 小鱼的母亲认为她这是生病了 于是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说男孩是因为患有身体认知障碍 可能是因为缺乏父爱所导致 然而母亲听到这话 瞬间就爆炸了 因为小鱼的父亲 已经十几年没有出现过了 父亲是这个家庭 不能提及的痛点 两人大吵一架 小鱼伤心地跑了出去 没有人理解她的内心和需求 晚上 小鱼躺倒在两个垃圾桶之间 想要实现人鱼梦想的她 期待地将双腿伸在了马路上 恰巧就被菊花女孩开车碾压过去 剧痛之下小鱼仍旧露出了 十分满意的笑容 她终于摆脱了自己的双腿 可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小鱼因为失血过多在医院离去 正当母亲陷入悲痛之时 那个离家十几年的父亲回来了 男人向妻子坦白的真相 原来她有恋童体 害怕伤害到自己孩子的她 选择在妻子怀孕之时就离家出走 并不是不想负责 而是想保护自己的孩子 但妻子并不理解 她穿上小鱼留下的人鱼裙子 似乎在帮儿子完成一直梦寐的心愿 就在此时 父亲无意之中翻开了小鱼的背包 里面是一张自己纹着人鱼纹身的照片 现在的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儿子想要成为人鱼的执念 一直渴望父爱的小鱼 看到父亲手臂上的人鱼纹身 单纯的她以为只要成为美人鱼 就能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 得到别人都拥有的温暖父爱 男人看着自己的美人鱼纹身 不断放声哭泣 看着已经没了气息的儿子 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 与此同时 她也回忆起自己的过去 在离家的这段日子里 她遇到过一个没有眼睛的女孩 两人互相倾诉心中的苦恼 一次次的谈心中 父亲对女孩产生了怜悯之心 把一对粉色钻石送给当眼睛 拥有眼睛厚的女孩 变得开朗自信 仿佛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眼睛 可不久之后 一个餐厅老板偷走了这对粉钻 用来抵押高额的房租 女人不断地寻找 但被偷走的东西 哪里还能找得到 人生再次被打回原形 老板见她如此执着 终究是心有不安 又把钻石拿了回来 女孩没有想到钻石还能回来 在失去钻石的日子里 她想明白了 即使没有眼睛 也要好好过好自己的人生 她还鼓励老板 要乐观积极 不管有什么男士都能跨过去 就在这时 晕倒在地的菊花女孩也 即将迎来自己的春天 这个男人口味十分独特 她中意这个脸部畸形的女人 但这个女人却对她置之不理 反而喜欢这个脸部烧伤的男人 这奇葩的三角链中 烧伤男也不是真心的 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如何搞钱 整容回以前帅气的模样 男人很失意谋 她成天待在家里 看着菊刑女的照片 释放自己压抑的思念 这天 她正释放着 母亲却走了进来 这一幕让母亲晕倒在地 她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 是如此一个变态 想到这里 母亲与她断绝关系 还将她扫地出门 她带着行李来到菊刑女家中 拉着菊刑女的手速 来之不易的感情 没有意外 她被狠狠拒绝了 男人失望地流落街头 她情绪崩溃地爬上天桥 想要一死了之 突然一段手机铃声 打断了她要轻声的注意力 朝着铃声方向望去 是一个女人晕倒在一旁 她捡起地上的手机 是女孩父亲打过来的 她正打算接通电话 女人苏醒了过来 男人对她的脸一见钟情了 她沦陷了 眼前的女人就像是天使 简直戳中了她的理想心 男人将她送回了家中 菊花女孩躺在沙发上 从新闻中她得知 那个被她撞倒的男孩 一直患有精神疾病 想要通过车祸去掉双腿 变成美人鱼 所以才会躺在马路上 她被撞也是自己主动的 这不完全都是她的错 得知真相后 女孩一直自责的内心 得到了释怀 而救她回来的男人 也向她投来了温柔的目光 这是女孩第一次感受到 如此赤诚的爱意 从小到大因为长相奇特 她收到的只有恶意 除了家人 她从未感受过别的爱意 在男人的猛烈攻势下 她们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菊花女孩也如愿以偿地得到 自己想要的甜甜恋爱 和亲吻的感觉 而死去的男孩小鱼 也在天堂成为了 一条真正的美人鱼 餐厅老板也将生意做得越发红红 所有人都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有声有色 他们的外在虽是畸形的 但内在却是美好的 或许老天会给你关上一扇窗 甚至还会给你把门锁死 但别害怕 请正视自己的内心 不要放弃 踢破关上的窗和锁上的门 只要积极向上 坚定信念 终有一天 会有属于你的阳光 撒满心房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基夫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